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5月24號 中共持續在台海周邊 尤其離花蓮最近的海域 軍演 那在微博的討論度 目前到現在 我做這條影片高達16.6億之多 而台灣藝人陸續發佈 由中共主導的統一台灣 回歸五星期祖國的貼文 除了昨天率先發佈的侯佩成 歐陽娜娜之外 陸續還有陳喬恩 張信哲 楊成林 歐陽三姐妹 郭品超 陳延熙 明道 汪東成 張紹涵 楊中偉 吳克群 陳奕如 等等等等 二三十位的台灣藝人 而且目前啊 還在持續增加中 當中共在恐嚇我們的時候 在恐嚇你的故途的時候 你拿著民主自由的 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轉發支持侵略者 侵略自己的故土 屠殺家鄉的人 當然很多人說這些人啊有經紀人啊有窗口啊在中國 所以微博肯定是他們的助理發的 對我也知道會有黨支部的嘛我都知道成立公司也會有黨支部的嘛 重點是你的底線在哪這還不是你的底線嗎發不需要經過你的同意嗎發不出去那麼久了你沒有刪掉就代表你也同意因為你想保有那邊的市場 所以你可以出賣自己的故宮你可以支持那邊的政權 亂了A死我們台灣人 你們如果是秉持這樣的價值觀你們會去譴責聖女貞德抵抗保衛家園嗎你們會去譴責莫納魯當那些人反抗日軍嗎你們會去譴責岳飛嗎這些人可惡自己為了錢已經沒有是非了當中共在軍演恐嚇台灣的時候立法院裡面有他的代理人在當勤快還有人在善效我們出來抗議的人中共軍隊來的時候你 尤其是89就擋在前面我告訴你不要因為自己的膽小懦弱去貶低任何一個勇敢站出來保護家園故土的人不要把政當防衛說成是傻子一樣般的行為來合理化自己的膽小懦弱每個人都膽小每個人也懦弱不丟臉但你不要抹黑我們請問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發生的那一場 日軍行動造成了中國人民至今的歷史傷痛是不是南京人是不是中國人民是傻子呢投降不就好了嗎請問你們這些舔共藝人敢不敢用檢視台灣的標準去檢視南京事件不要跟我扯中華民主之間的內戰是可以被接受的日軍是外國是外敵所以我們要鳴記歷史那你這麼說現在中華民主的定義 大清帝國對漢人的揚州十日加定三圖實可法那些可悲的漢人竟然在抵抗女真滿洲女真滿洲跟漢人都是你們現在說的中華民主我們花蓮國太魯閣天翔那裡啊有一座文天翔紀念碑大家知道文天翔是誰嗎小草們應該要知道吧他是南宋末年的官員文官啊手無伏擊之力啊 他帥重官兵抵抗蒙古帝國最後戰敗被A死請問文天翔是不是傻了啊他是不是也會被你們這些人瞧不起啊去他如果給我把那個紀念碑砸了這個紀念碑還是國民黨來台灣時候蓋的耶你國民黨好意思嗎文天翔看到都起來痛罵你了 你立著他的紀念碑卻幹著違背他精神的事情蒙古族也是你說的中華民族啊文天翔是漢人他也是中華民族啊中華民族的漢族對抗中華民族的蒙古族是可以被接受的對不對 那你立文天翔紀念碑幹嘛你紀念中華民族對抗中華民族的紀念碑幹嘛你應該同時在文天翔紀念碑旁邊擺一個忽必烈紀念碑對吧這些人從小跟我們說文天翔、石可法、木納魯道、聖女貞德、岳飛、鄭成功都是保家衛國的英雄 結果你們卻幹著勤快石禁堂的事情魏君子真小人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解放軍東部戰軍武統台灣的這個宣傳片哈 謝謝你 從這條影片大家可以看出來是動畫 所以中共這次的軍演動是政治壓力 迫使國民黨快點通過立法 不然怎麼會用如此低劣的動畫意義 而不是剪輯實際投放炸彈的畫面 他要迫使國民黨給他政治壓力 趕快通過立法 不然怎麼會用如此低劣的手段 還要告訴國民黨好好做事 拿天真的巫統台灣了 我不管你是否為我的代理人 或是你的任務之後了 所以你是棄子 我一律也死 我不想我在前面抗敵的時候 我的後面有一個國民黨員或是舔工的人 拿著武器捅我一刀 台灣人我們還要被中國大陸來的政黨欺負多久 我們還要被中國大陸祖國統一 宮廷鬥陣三五千年的政黨洗腦多久 我們是跟歐美國家一樣嗎 我們有這些本錢沒有外換事嗎 而烏戰爭前啊 烏克蘭國會議員也是常常上演全武行 都是親俄跟反俄的議員在爭吵 結果呢 俄羅斯後來做了什麼 大家有目共睹 這些輕而立場的烏克蘭議員又拿去了 幹啥了 跑走了 留下來的是哲倫斯基大家也看見 而不是當初在懷疑他敢不敢站出來的那些人在前線 全部套路都重蹈覆策 不外乎就是以美論 我跟你說沒有包牌的 什麼我支持台灣是區別於中共國的國家 但我又要懷疑美國日本常常配合中共政策 與其對話 拿他的對話 或是講一些有被利用價值笨蛋的話 互相被配合 又說是什麼啊 中華民族兩安一家親 要親美合中 沒有既要又要 台灣是中共最想拿到的 你有什麼立場中立啊 你是他要得到的 你跟我說你要中立啊 你還要合中合什麼鬼啊 匈奴合親嗎 我那問題來了 誰要當那個被嫁過去匈奴的漢族新娘呢 那個漢族新娘是誰 就是我們台灣的主權 這張圖是央視發的 昨天晚上解放軍艦 對我國軍艦喊話 說不要為了台獨賣命 中國台灣937艦 這裡是中國管轄的海域 我在此執行戰備任務 你無權干涉 你中共跟粉紅邏輯是炸掉了嗎 台灣竟然是你的一部分 那中國台灣937艦 為什麼不能出現在中國的海域呢 你台獨嗎 你怎麼不進來花蓮港 看看維修一下喝個茶呢 國民黨立委很厲害啊 全副武裝的在國會 結果在外交跟國防上 一直想要阻攔我們保衛自己 降低我們有自我防衛提升能力的進程 你都知道要有自我保衛能力了 所以全副武裝 但是你對國家呢 卻是雙重標準 我告訴你 中共真的打來了 戰爭動員了 後面這句話 大家都懂我就不說出來 該幹什麼幹什麼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拜 好那我現在來到青島東路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應該 6點或7點吧 大家趕快下班下課 沒事的話趕快過來 還有啊 全國各地台中彰化高雄 你們還知道還有哪裡嗎 華蓮 台東都有這個各地串聯 如果真的來不及台北青島東路支援的話呢 可以去以下這些地方 像高雄在什麼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 啊花蓮在我們的那個東大門前面 時來運轉那邊 太晚看到這個資訊了 不然我今天應該要 回花蓮鎮守我的疆土才對 我每天晚上9點都會開 謝謝 917這個很重要的數字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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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謝謝 不會 然後叫一下 不要插隊 OK 好擔心喔 謝謝 不會謝謝 不好意思 你好 很像那邊 這樣子在上網 老是不會跑 不怕危險喔 不要經過中國香港 泰國 其實好多國家 對啊 都會是擔心的 中東也不能去 那你那個隊啊 還有你跟你的女朋友 我還是亂 不會 會注意啦 會注意啦 謝謝 不會 不好意思 我也想要你拍這麼多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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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先忙 兩個小時 還有換我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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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加油 好 OK 你好 謝謝謝謝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借你的飲料 不要封鎖 我是吧 下次見 掰